以前我们要想实现的优质资源共享 只有两种方法 一 让优秀的老师亲自跑到其他学校现场收课 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优质资源路程课堂实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那么在新的5G技术的支撑下 贺比式教育局和中国移动公司 加上我们市值的各个学校联合建设了路波教室 通过路波教室可以实时的在多个学校之间 同时实时开展收课 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跟随老师的节奏 实现自己的思考反思琢磨 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 外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是实时的感受 随着新西时代的快速发展 传统教学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教育教学 所以说我们学校和中国移动公司签订了 基于5G平台的智慧校园项目 来到我们的教室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5G智慧班牌 首先学校可以在班牌里面发布一些重要的通知 班主任和学生之间也可以通过班牌来进行交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之间有一个交流 学生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的5GVR体验室 在这个教室中学生可以在科技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 如果学生没有去过秦始皇陵 那么在这里他们可以戴上5GVR眼镜 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一下 我们以贺币智慧教育大平台为依托 来推动区域的信息化 协同发展 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 共享发展 和开放发展 提供丰富的学习和教学资源 在平台里边呢 我们也搭建了多个5G的应用场景 比如呢 5G加教育地图 5G加专地课堂 还可以运用到学生的学情分析 通过协作创新 提升教育管理 教育服务 城乡均衡 平安校园和家校协同的 信息化水平 现代化水平 努力提升区域教育资料 和服务水平